海旋后突然发生了机械故障 在拥有核反应堆的潜艇中 丝毫的差错都会一样成大祸 毁灭这计划能否继续进行 教官必须做出决定 一艘价值五亿英镑的核动力潜艇 隐形 无声 致命 准备开火 开火 五名潜艇精英急切地等待着命令的下达 吉姆命令蒙莫斯号提高航速 你会为此付出代价的 他召唤了第二艘二三型护卫舰 X射箭我是二把完毕 准备就去 开始攻击 战舰向他的左右两侧静置而来 乱七八糟的 这可能是奥利列证明自己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如果做不到 他们将爆汗离场 船尾部的机械师告诉了他们一个糟糕的消息 虽然说我们的每一个选手都经历了非常大的考验 但是他们还都是顺利过关了 因此说那天晚上的晚餐 大家是非常的高兴 盘笑风生 但恰恰就在这个时候 传来了一个消息 什么消息呢 船上出现了机械故障 那么此时此刻该怎么办呢 潜艇在大洋深处航行 一旦出现了一些事故 导致它失去了动力或者沉入大海的话 结局是什么 很有可能啊 就是见毁人亡 我们大家可能还都记得 2000年8月12号的库尔斯克号事件 库尔斯克号是一艘非常庞大的前苏联时代生产的一种核动力的攻击型潜艇 但是呢 在巴伦之海附近进行这个常规训练的时候出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它舱内的一颗鱼雷突然发生了爆炸 结果这个爆炸呢 就迅速的弥漫了很多舱室 导致当时就有很多艇员身亡 最终呢 它沉入到了大海深处 虽然说呢 后来俄罗斯不惜啊 联合其他的一些国家共同来进行救援 但是呢 等真正打开所有的舱之后啊 大家发现一百多位艇员都已经牺牲在了茫茫大海当中 所以说啊 潜艇是不能够出错的 一旦出错 那就不是说是仅仅出现故障的问题了 面临的那就是死亡的考验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凯旋号到底该如何处理呢 好的 现在我们的问题是 有一个节流阀导致操作蒸汽节流阀的电动马达的保险丝烧断了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好一点的节流阀 节流阀控制着进入涡轮机的蒸汽压力 所以 出了问题就会影响到发动机的工作状态 继续进行本次任务的反复下潜上浮的训练 就会变得非常危险 如果右舰发动机有任何不测 那么我们的左舰发动机也不可以指望上 指挥官邓恩别无选择 只能终止课程 把凯旋号开回港口 一路缓慢费力 回到法斯雷恩海军基地要耗费十二个小时 而找到零配件 完成修理 可能还需要好几天的时间 这对吉姆精心设计的课程来说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甚至会导致部分课程的取消 航向正前方 绿色航线为我们的优先选择 但是 指挥一艘潜艇就是要面对一些突发的情况 所以吉姆决定 让学生们来负责解决这个问题 好的 谢谢 这些潜艇都有年头了 知道吗 他们都二十多岁了 机连不断的战斗训练 又是这么复杂精密的机械 很容易出问题 一回到法斯雷恩海军基地 机械师们就开始争分夺秒地抢修 我们立即就把旧的零件取出来 你看到的正从潜艇里给扔出来 我们会把新的零件放进去 安装起来 然后进行测试 重新加上防护套 让潜艇尽可能快地回到海上 潜艇训练已经投入数百万英镑 海军承担不起 把课程推迟到明年了 机械故障这个突发情况 迫使我们停了下来 毫无疑问 这会对下一阶段的训练产生影响 因为担心学生们的士气会受到影响 吉姆让他们为下面的训练做出准确的计划 他们没有时间安顿 他们必须迅速进入状态 向我证明他们能行 周夜不停地进行维修 整个维修工作只用了三天就完成了 凯旋号再次收毛起航 准备出征 航向正北方 他要驶向一个偏远的近海海湾 进行一个绝密的计划 就是发运和接回 执行黑色行动和侦查活动的侧主部队 凯旋号因为排除小小的故障 延误了三天的时间 不过还好毁灭者计划得以顺利进行 那么现在我们的几位竞争者都是士气高潮 马上他们要面对一个新任务 那就是输送特种部队 由潜艇来执行输送特种部队的任务 绝对不是什么新鲜事 因为在历史上已经有无数次成功的经典战力了 比如说在1945年的时候 为了最后给日本人以沉重的打击 当时的英国皇家海军为了打击 在新加坡港口内停泊的日本高雄号巡洋舰 就想出了用袖真潜艇来进行攻击的方法 那么当时他们是由明和号潜艇脱带着这艘袖真潜艇 然后快接近新加坡港口的时候 释放出这艘非常小的袖真潜艇 袖真潜艇在港口之外没法进去 为什么呢 因为日本人布置了很多阻拦潜艇进入的一些障碍物 咱们的袖真潜艇就需要释放三名蛙人 这三名蛙人干什么呢 他们就是负责用手中的这些切割器 把这些阻拦网全部割断 给袖真潜艇打开一个通道 袖真潜艇在顺利的通过了这些使下的障碍物之后 接近高雄号 释放出来六枚雌性水雷 贴在高雄号的船底 然后携带着他的伙伴们共同返回安全地带 在阵阵的爆炸声当中 他完全失去了行动能力 只能是乖乖的待在港口里面 最后束手就擒 因此说 从二战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潜艇不但能够执行攻击任务 同时他还肩负着运输物资 运输特种作战部队人员的巨大功效 因为他可以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 神不知鬼不觉的就完成这一系列的任务 那么接下来凯旋号就要拥来这样的一次任务安排了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机械故障拖延了整个计划 经过三天的维修 凯旋号再次出航 五名潜艇精英 即将接受秘密潜入特种部队的新任务 学生们的下一个任务 就是策划 并实施一个堪称动作片电影的行动 秘密的运出 并接回两对硬汉和他们的装备 今天的训练会让人觉得过得很快 是为部队明天的工作做好准备 学生们将在平静的水域快速地轮流操练 他们会开动脑子 想很多东西 今天的练习中 凯旋号上的一些艇员 要扮演特种部队的角色 现在我们要假扮的是特种部队 他们明天就会到这里来 这样我们就会知道 我们在陆地上到底需要多少人 需要搬动多少设备 在一个封闭的受限制的环境中 接受明天来的那些家伙 总共需要多少动力 当然明天来的就是真正的特种部队了 可能比我们更高档 样子更认真严肃 这些操练听起来很复杂 其实我们要做的就是把那些人 和他们的装备从潜艇上接下来 然后再把他们送回到潜艇 应该挺简单的 三人四个主舱口 三个临时主舱口出发 然而在这样受限制的空间里 部队上下潜艇也许并不会如此的简单 和船体外壳 单架燃料相关的人员到潜艇水平座上 机枪舱口已经打开 可以装载黑色行动使用的装备了 学生们马上就会知道 他们精心策划出的计划是否可行 谁要上去 预言进行当中 混乱已经出现了 只是要每个人都做得对 我们是特种部队 是很好 就是因为踏破了 学生们为这一天精心准备的脚本 更像是一个业余演排 而不是精雕细琢的好莱坞大片 成功回来了吗 也许有点粗糙和急于开始 但是磨练了整个一下午之后 我们明确知道我们要达到什么目标 金姆希望看到他们在组织和通讯方面 能够做得更好一些 你 你们中至少应该有一个人在船体外壳那儿待着 因为那里情况糟糕透了 今天一天就像是一个灾难 表现极其糟糕 不止你们俩人 每个人都一样 难以确信 真令人难看 整个舰上所有的人都重心捧月般的伺候着你们 金姆在毫不客气地批评他们的计划脚本 这行不通 如果有一个人通读一遍就会发现 显而易见没人通读他 你们这些家伙该像一个指挥官那样思考问题了 就剩三个星期了 不止这样 这时候不给我留下好印象 更待何时 解决好他吧 学生们要度过一个漫漫长夜了 为明天拟定出一个更好的计划 因为明天真正的硬汉们就要登品了 第四天 特种部队八点钟应该到达 参与毁灭者课程的学生们严阵以待 希望修改过了计划 能够挽回之前的败局 虽然皇家海军中最常用的短语之一就是 准备就绪 等待 可特种部队迟到了 他们说来就来了 三十分钟之内就是这样 我是这么猜的 刚才几点 现在八点一刻 他们八点半或九点不可能到 九点十分 已经晚了一小时十分钟了 好像部队到了 绿灯 出发 我们应该看见他们从尾部跳出 直升机将在水面低空盘旋 部队将跳到他们的小船上 他们把船开过来 我们再把他们的船扑上潜艇 然后把他们的船扑上 遮蔽住他们的脸和他们绝大多数的行动 请关掉摄像机 现在他们下水了 学生们的任务是把他们和他们的船安全的拖上潜艇 然后让潜艇潜入水下 特种部队的船在潜艇尾部450米 这就意味着他们要对在水中不停摇摆的5000吨的载人大船 做出精确的控制 出问题的风险非常大 好了全体人员都在 传动轴在转动 螺旋桨推进器在转动 避免失败的关键 尤其是有刚刚登船的陌生人员 在于要有清晰明朗的沟通 又闲 现在向甲板上的控制室报告所有装备 重要的是在正确的时间把部队接到正确的地点 把好来往潜艇船体外科的进出口 然后要有控制的把他们从舰桥上接下来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潜艇安全的潜到水下 特种部队迅速安全地登上了潜艇 经过了上次闹哄哄的预言 也见识了吉姆的发火 学生们一场志在必赢的演出开始了 离开船体外科 收到了打开一到两个通风管 打开一到两个通风管 传速升到每小时2.2海里 幅宽9.8米 很好 伙计们 更重要的是 他们开始明白 吉姆真正想要看到的是什么了 这就是指挥 好吧 不要等别人告诉你怎么做 因为那个别人就是你自己 在出了如此多的插错之后 现在的问题是 学生们是否能够通过第一周的最后训练 安装了新的节流阀 凯旋号能再次快速地潜入水中 或者浮出水面 两人观测27米 这意味着 学生们可以继续他们的代号为 只用眼睛的行动颜面 在之前的行动演练中 吉姆一路扶持着他们 你测过头了 测过头了 知道了 准备上升 23 但是这一次 他们得全靠自己了 同时 还面临着一个新的敌人 约克号 一艘四二型的驱逐舰 将和他们的老对手 蒙莫斯号 协同作战来对付凯旋号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 精彩继续 迟到的特种部队 确实给五名前景精英的任务 制造了麻烦 在第一周训练的尾声 有一个新的对手出现了 凯旋号 即将面临两面夹击 那么现在 这几个竞争者 他们要做的事情之一 就是什么呢 那就是要让这艘潜艇 保持在一个前望近深度 可以清晰的 对周围的状况进行了解 在这儿 咱们插这么一个事情吧 要说在二战期间 这个潜艇它是需要有压仓物的 为什么呢 那就是它为了自己 能够在大洋当中航行 就必须要装载一些 分量比较沉的东西 就比如说 在二战期间 美国一艘潜艇 它当时是为了给太平洋战场 输送炮弹 这些炮弹 总重大概是20多吨 但是等它运到目的地之后 发现一个什么问题 炮弹是都卸下去了 可是 拿什么东西来替代这些压仓物 正好当时马尼拉银行里面存有6吨多的黄金 还有数百袋的银币 这些东西正好可以放到潜艇当中当压仓物 就是说被运走了 也不让它落到日寇的手里 所以说这艘船绝对是成为了一艘宝船 拿这些黄金白银当做自己的压仓物 然后开回到了安全的地方 所以说潜艇在它的技术还不够先进的时候 有些办法让我们今天看起来确实是很土的 但是现如今换到了我们的凯旋号上 它就完全不一样了 面对着对它进行搜索的敌船的时候 它一定要保持在一个潜望境的深度来进行激动 如果说它一不小心就有可能会导致它和对手约克号 或者是蒙莫丝毫发生相撞事故 开始攻击开始 X射箭收到 1400米25秒 自动核转检查下降 左侧测量转向 两艘战舰各不相通 通过计算找出合适的下潜时间变得更加困难 在行动演练中 战舰最大时速是每小时29海里 从一个前往深度降至另一个深度 它们就能下潜到了战舰之下了 潜艇航速将达到每小时7海里 这样它们之间的航速差接近每小时36海里 当它们达到那个距离时 一切都会在瞬间发生 对奥利利来说 这将是一个相当严酷的考验 它是这次演习中最不自信的 距离2100米 测量距离 15分钟 红色 45 比那更近 距离2300米 观察1分10秒 准备测距 在走上前往镜之前 我要做好心理准备 喊的声音稍大一点 这样可以提高效率 3600米 2分20秒 4200米 1700米 杰夫的问题正好相反 他需要把节奏再放慢一些 左侧左侧右侧 慢点别紧张 和往常一样 英国人单平静而又自信 前屏前往镜深度17.5米 最后一切运转正常 当然那些家伙驾驶得不错 看来一切到位 没什么要说的 这次很漂亮 好的 你需要继续努力演技技巧 1400米 25秒 自动核准检查 下降 左侧 菲尔斯过于自信 当然 这也会给他自己带来相当大的麻烦 但是这一次 他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停下了吧 老师说他们今天每一次行动都正确无误 今天做得相当棒 四周观察 转向 与和他同名的那个英国人一样 美国人单充满了能力和自信 气质沉静 尽管他是最后一名走到聚光灯之下的学生 但是他从没有想过失败二字 2700米 敌舰正向我们冲来 可能会迫使我方下降 转折点就要来了 四周观察 右侧50米 2300米 我有一分10秒的时间 转折点 四周观察 转向 他在时间控制上一向自豪 但是这次他过于精雕细琢了 左侧测量 转向 平稳旋停5-0 10下降 保持30米 正多 所有桅杆下降 危险即将出现 迫不得已 吉姆接过了指挥权 上辅 这次算是侥幸脱险 他们设法在蒙莫斯号下面安全通过 安全 用了一分钟 停下吧 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他知道敌线很近 但他不知道有多近 到目前为止 单做事都会留有余地 因为他还在适应英国海军的用语和战术 二十右前燃气轮机 但这样做是错误的 这个错误差点让潜艇陷入险境 也差点让他失去继续这个课程的机会 但是在忙忙碌碌的第一周结束的时候 对于毁灭这计划而言 所有的学生都顺利过关了 而还有一些其他的挑战 机械故障 人员问题 他们可以增加一些刺激 让学生们知道指挥的内涵 指挥不是开着战舰横冲直撞 而是管理人 带领你的队伍 有效实现你的目标 高兴吗 在接下来的两周半时间里 会向他们继续施压 把这一点灌输到他们内心深处 如果他们能够做到 他们就会成功 如果做不到 他们将爆寒离场 毁灭者计划的第一周已经过去了 所有的挑战者都是非常幸运的 海峰的侵蚀 凯旋号上的生活 包括核潜艇故障的维修 都为整个海上测试 增添了各种插曲 不过最重要的是 五名挑战者都算是顺利通过了这一关 那么为了成为一艘核潜艇的指挥官 并且需要经过毁灭者计划中所有的挑战 而这其中所有的科目 都是经过真实的战力而设计出来的 所以其中的难度也是可想而知的 而且就是在一艘货真价实的攻击核潜艇上进行的 这种计划对于每一名军人来说 都是梦寐以求的 而对于所有的电视机前的 军事迷和观众朋友更是难得一见的 在接下来的毁灭者计划当中 更加危险的任务 更加难以对付的敌人都会出现 他们会从海面海底空中 埋伏在凯旋号的周围 而我们也将对五名挑战者的表现拭目以待 好 那么下周的毁灭者计划 我们再见 在下一周 学生们将会面临在危险的前海海域搁浅的风险 我想离灯塔更近一些 为什么你还在这儿 拿上东西从这里出去 开火 他们要学习如何躲避正上方出现的敌人 有一部直升机正在搜寻屋门 我试图躲开它 如果他们被发现就会受到攻击 吉姆非常担心 菲尔斯无忧无力的指挥方式 如果你需要躲避 你就必须躲避 美国人丹则又到了紧急关头 潜入水中三十米执行 丹似乎总是忘了 它是在一艘英国航艇上 继续看见那条拖网渔船了吗 实力暗变实力暗变 蠢死了 毁灭者课程出现了第一次伤亡 他的海军生涯就此终结了 毁灭者计划第二周挑战即将展开 海船号核潜艇将进入潜水海域执行任务 生于死的考验击踵而至 五名年轻的潜艇精英能否顺利过断